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美门官方频道的功夫主厨到你家 让你在家也能做出非常养生又轻松的好料理 大家好我是崔英 可以叫我小崔就好 对 崔英师姐当初是怎么会来我们美门跟着我们李凤山师傅来练功呢 一开始的时候呢是那个我妹妹 她想要来练功我就陪她来了 一开始我的筋骨它是超硬的 前万家我的手呢只能过膝盖 可是练功之后啊 我发现才练三个月 我的手竟然可以满掌贴地 哇我就觉得哇气功果然不同凡响 我觉得我自己的个性啊就是定性不够 那练功之后我发现自己啊 比较不会心服气躁 其实不只要练功 因为连心法都要练 今天我们要请我们崔英主厨要教我们什么样菜呢 今天要介绍的是五行合合饼 五行合合饼有哪五行 第一个呢就是红萝卜 那过来是沙拉笋 对还有五香豆干 香菇还有嫩姜跟毛豆 对好首先我们要做什么动作呢 好我们先来切红萝卜 嗯 红萝卜呢我们就切一公分大小的小丁 哦切成小丁 对 再来切沙拉笋 沙拉笋 那为什么我们都要切那么小 为什么我不能切大一点 因为我们要好入口 好入口 这其实是一个关键 做菜的时候也容易把它消透入味 再做一道菜会希望说它尽量五颜六色都要具足 所以它五行就代表你的五色 又代表能够照顾你的五脏六腑 甘心脾肺胜 青翅黄白可以去对照它 所以今天做的这道料理是 你平常在家做 你只要把料炒起来 你可以夹吐司 或是夹我们今天要做五行和饼里面 去买个烧饼把它夹在里面 就很丰富 所以小丁我们这样要切成姜末 还是切细丝就好了 切姜末 哇 我们就是开始要来热锅了 是要开始准备炒料了 加油 有大概三匙左右 好 我们先炒红萝卜 为什么要先炒红萝卜呢 因为红萝卜呢 它要煮熟的时间比较久 而且它要跟油一起相融 要煮到它变色 哇 师傅常常教我们做菜啊 师傅就说那个火适当就可以 而且翻炒啊 也要有那种像练功这样子 你要轻轻揉揉揉的 你不能很快速的这样很乱的 这样子把它炒一番 对不对 对 那香菇一定要把它煸干 煸到有点金黄色 嗯 过来我们下那个五香豆干 好 炒到有一个豆香味起来就可以了 哦 接着放沙拉水 好 香味出来就可以放沙拉水 哇 就是我们今天是要做 大概多少分量 嗯 嗯 这样子大概可以夹四片的烧饼 哦 好 再拌一下姜末 姜末 这样都可以闻到它的香味都出来了 那因为姜末呢 我们切得很细 所以很快呢 我们就可以再把毛豆加进来 通常我们一定要吃到熟透软的 那你是不是要先处理一下 哦 对 毛豆呢 先蒸 嗯 蒸个二十分钟之后 再放进来炒 水煮也可以把它弄透啊 水煮也可以 只是水煮呢 它会没有像蒸的 蒸出来的那么香甜 而且味道比较不容易流失嘛 对 那好的时候 加三纸酱油 沿着锅边 再撒一点胡椒粉 其实像我们在喷热东西啊 我们的调味料啊 我们用的不多 是不是就说 调味料不用复杂 调味料不用复杂 对啊 而且有些调味料 是不是那么天然 往往又是个问号 有一个香味出来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加水 让它焖一下 焖一下 要再把它食材焖到透软 对 把味道呢 烧进去食材里面 嗯 如果喜欢吃辣的呢 加酱油之后呢 再加一点辣椒 嗯 对 因为辣椒呢 本身它比较上火 那如果你加进去炒 再加水焖啊 它的比较会平衡 对 没那么刺激 或者是可以直接找我们 特制的辣酱 本身就已经帮你炒好 而且用小火慢炒 它可以把辣椒的火性 跟灶性炒成温和性 那我们就是煮到水 差不多收干的时候 就可以了 好香啊 我们就把馅料呢 夹在烧饼里面 对 肚子已经开始准备要叫了 我们再对切呢 这样方便呢 好 哇 我们今天的五行合合饼 给大家看一下哦 小崔你要不要也来试试一个 很香 而且这个烧饼 你看一层一层的 欢迎各位订阅我们 美门的官方频道 记得订阅 按赞 分享 开启你的小铃铛 随时关注我们美门官方频道 里面有各式各样的节目在里面 今天就谢谢我们 崔英主厨 为我们今天带来的 五行合合饼 谢谢大家 所以你要不要用这十七一格 很香 而且这个烧饼还挺黑的 大家回去要找到 好吃的烧饼 也不容易哦 好香 颜色 还有整体的香味跟 口感 还有整体的香味跟 口感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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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继续再继续再继续